我这个就准备晚上老公吃的晚餐 牛肉 还有面条 还有青菜 这个满屋里最贵的可能就是糖 要不咋办呢 为了让它活着呀 这个菜是楼上的一个大嫂子给我拿来的 打算有病情间开始啊 我没脱过衣服睡过觉 我家灯都没关过 面对无数的困难 张娟选择了勇敢与坚强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将近一年 突然有一天 我就搂着她的那个头 我每回呢 我打翻之前呢 我就弄一点 往她嘴里抿一点 我抿一点 酸溜溜的那种不是吧 我每天嘴里 我说你吃不吃 突然间啊 就这样 她 归女 归女 晚上吗 归女 我耳朵有毛病了吗 我大哥 吃不吃 吃不吃 吃 吃 哎呀 我的妈呀 我这还有 还都有视频 她拿着我的手 摸着我的脸 看 我也哭得嘻哗哗啦 我归女也哭 她也哭 看她那个手 始终摸着我的脸 心里边也是明闻了 看 好像感激我的那意思 你看出了吗 看 她也哭 流着眼泪 就到了唱歌的点了 我给你唱歌好吗 好吗 好不好 好你就OK 高举 好嘞 你最喜欢邓里军的客举 对不对 对对比眼睛 哎 好嘞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死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有这一副心 也许是某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她选择我的一下 她永远在我头脑里挥卷 换位思考 人当时选择你的时候 我也是说 堂堂堂的那个军人 为了你 跟家里边甚至都闹得不可开交 选择你 完了反过来 现在轮到你 她躺到床上来 你选择她的时候 你放弃 那是人吗 只要我活着 我就不会放弃的 很多人都被张娟和助理 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人 却让我们肃然起敬 他们用行动告诉世人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 感谢收看今天的有请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